今年78岁,张女士平时很关注养生保健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接触到青山桥附近一家保健品公司,起初,该公司并不推销产品,就是发点小礼品,等记一下他们的信息,之后,她频频接到该公司销售人员的电话,总是非常热情的他们参加讲座,或者外出免费一日二日游。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,她被正式参加公司的灵芝包子粉的营销大会,该公司在营销大会上,宣传灵芝包子粉可以肿瘤,连扩散的癌症都能治好,心以为真的张阿姨,就打算购买这款产品。 可是这所谓的好东西价格也不便宜,一份两万七,并且公司还扯卖得越早,你就可以占上线,下线给你交钱,买保健品竟然也能顺便搞投资赚钱。 这让张女士更加兴奋,于是就在今年一月份,将儿子买房用的十万八千块,一下子投入了这家保健品公司。 张女士回家后,越想越不对劲,在该公司一次大会上,她询问了其他老人,发现没有人为此赚钱,于是要求该保健品公司退款。 客室遭到保健品公司的拒绝,最终,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,该保健品公司负责人与张女士达成书面协议,约定分两次退款十万八千块。 可以说,张女士的遭遇还是比较幸运的,而且13岁的张彩蒂,可因为所谓的保健品,差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。 今年3月份,记者到张彩蒂家进行了采访报道,据了解,去年年中,有人上门给张彩蒂包放传单,说是可以免费领取生活用品。 张彩蒂就按照传单上的地址,找到了未预测主的新瑞国际体验中心。 在这期间,张彩蒂已经购买了一款价值几千元的高电位机。 到了去年的12月份,工作人员又向他推荐了一款风傲风胶软胶囊的保健品,说是可以包治百病,糖尿病高血压等都不在话下。 听到工作人员这么说,张彩蒂就瞒着家人花费了三千六百元,购买了二十瓶风胶回家服用,并且将之前吃的药物全部停用。 而最终的结果却是,血糖血压等数据比以前更高了。 更严重的是,张彩蒂感觉到自己的势力出现了问题。 经诊断,张彩蒂因眼不出血导致黄斑病变,情况已经十分严重。 如今的张彩蒂对于之前自己愚蠢的作罢后悔万分。 现如今,针对老年人推销保健食品的骗区层出不穷,很多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辨别能力差,麻烦意识弱的特点。 通过免费讲座,免费疫症,分送礼品等手段,骗区老年人的信任,也由老年人把食品、保健食品当药品购买。 而实际上很多食品、保健食品,并不具备广告宣传的功能,甚至服用后产生严重的副作用。 加重病情,虽然媒体多次报道,多次提醒,但仍旧有老人会上当。 由此看来,规罢保健品市场,不仅靠教育靠宣传,还需加大打击力度。 从人头上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,长州市市医药监局局长戴文龙表示, 保健食品欺诈而非法宣传,坑老的情况由来已久,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,同时也是监管部门工作重点和难点。 保健品的欺诈销售套路比较深,通过日常监管,办案过程发现,往往是四个步骤,第一免费斩座,坐右耳。 弄点免费礼品。 第二步,健康奖做洗脑。 第三步,专家一整巧推销,一旦老头老太上钩了,就开始亲情营销,有的人甚至上门陪着老人聊天按摩,放街散步。 针对这样的情况,石耀监局近年来会同相挂部门,加大打击监管力度。 三茶三言,第一个茶是全面排茶,严格监管。 对全市接近5500家具有保健品经营机制的企业普遍做了排茶,从中筛选了128家会销企业,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。 严格监管,纳入监管平台,同事告知容易搞会销的场所,如监管饭店、饮院等等,要求凡是有租场搞会销活动的,必须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。 第二个方面,加强专项检查,研究整治。 第三个方面,查办案件,严厉打击。 今年以来全市食品料品质量案件350多起,其中保健品案件23起。 到目前为止,涉心的抓了300多人,近期是要监局和公安一起,破获了一期典型的保健品欺诈销售档案。 案子涉及的金额过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 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